各位喜欢武术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2月20号 这边是钢丝水游戏经验男生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就是说武术谚语里面有一句话叫 身大力不亏 什么叫身大力不亏 就是说这个人高大的话 他力量绝对不会太小 因为他成比例 但是身大不见得胆大 这个是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 还有一个就是人家高大 我们个子矮小对付高大的人 我们心里面只要有底的话 并不用害怕 各位知道吗 我们的这个旋踢 旋踢侧踢都可以踢过头 你自己多少公分 你再加上你头的高度 再来你飞踢可以踢到一举 你手这样举直的那个高度 至少有两米多 但这个人有多高 会有两米吗 有两米的人动作就不灵活了 他的头就在两米的位置 你照样可以跳后拳踢踢到他 或者飞踢 只要你敢用 这武术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情 所以身大力不亏固然没错 但是还是要练 一胆二力三功夫 第一个还是胆量 那胆量是跟一高人胆大 因为你的功夫够 所以你才有胆大 那再来就是你力量就一直要锻炼 昨天我又讲到说 杨大像我们的童年玩伴在我高中的时候 被他同班同学霸凌 他爸叫我去帮他 帮他看看 我到了他们班上之后 我把他叫出来之后 我没有对他怎么样 我只跟他讲说 我哥们 你想对他怎样的话 你自己看着办 我所谓看着办 是怎么样一回事 很简单 我们学校有一个柔道队 那我当时就是柔道队的 台住 那当时那个我们男生嘛 学校有男生女生都有 男生如果说没有好奇到说 那是放学以后才看的 两间教室改成一间柔道室的 柔道馆 那底下铺他那面的 如果说你一个男生 如果放了鞋之后没有兴趣 跑到那个床子那边去 或在门那边这样观看 我们练习的话 那根本不是男生嘛 这娘娘腔的人嘛 但是现在娘娘腔的人 也可能也可以是电视红人 时代改变 还有小鲜肉 这个我们以前的瞧不起的小鲜肉 现在红得要死 可能可以拿做包香肠 做香肠烤的池吧 那那个这些同学 他一定会看嘛 你在那边来看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叫你叫你看着办 他也会来这边柔道 柔道这边来看嘛 如果你还有意见的话 你有种你穿上柔道服 我们俩来一下嘛 来两下看看嘛 不用拳头脚踢 我就用摔头也要让你服 这就是我的上年十五 二十时的那个时代 就这样 所以这个话干戈 不用欲薄 一句话就解决了 为什么解决了 很简单 平常我们在 在平常时间也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当时在高中 都背书包嘛 一个大绿书包 这个我家 我家还有留下一个 背书包 书包里面 那个空间里面 一边放一个大便当盒 饭盒嘛 中午要吃着吃着饭 早上带去的 放到旁边 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是热烫的 用那个布啊 什么包起来 还用摔跤带 报纸包起来 免得那个油会流出来 然后另外一边是放书啊 笔记本啊 什么一些文具 然后背着这个 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 那你柔道服怎么办呢 柔道服不是挂着学校的 可能会被偷 而且柔道服上面很多汗 我们练柔道的人大家都知道 柔道服把它折起来 折起来一个长方块 然后把那个柔道的带子 绑在上面之后 就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扛着走 你背着书包扛着这个 你不管是坐公车 或者是骑脚踏车 你这样扛着这个 人家都会看到嘛 这个带子有颜色的嘛 然后后面那个柔道服 不认识柔道服 也知道说这个人 恐怕不是好惹的 那这个这就是 这是一种保护色 保护色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没有练过 你就算是把这个道具 拿给你背的背后 也是木猴儿冠 也不像 猴儿戴帽子没这出 很简单 这个情绪像我们看 那个电视电影上 有的时候你可以看那个 那些导演完全不用心的 那他里面没有一个懂柔道的人 常常会把那个带子 柔道或者是空手道那个带子 记的方式都记错了 一看就知道 那是一个外行的人记的 我每次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 我就会很生气 演员已经不行了 再加上他连这个基本的他都 这服装道具他都不懂 那个服装的人也是 这种就是低成本劣质的一种影片 才会这样 那为什么你不能请一个顾问呢 请一个懂的人呢 他知道细节必须要这样 否则的话这个柔道 这些道带有一定的技法 你要记成怎么样 衣服要穿成怎么样 同样的你看那个 还有那个不管是海峡两岸 或者是华人什么样 他们那个和尚穿的那个架纱 那个大红组衣 通通批的方式都不对 左边右边 那个都闹很多笑话 那种笑话 因为佛教徒事后在媒体上 在攻击他的 倒不如说他们平常就注意嘛 OK我话扯远了 我现在提到 提到就是我突然想到 那个昨天想到那个 三年十五二十十的时候 我们以前就这样 背着柔道符 那柔道符每天流汗 都可以把那衣服挤出汗来 然后有的人的衣服 因为久了 他在练习的时候 一抓 居然把柔道符 都给他撕裂 那个布已经脆弱到那种程度 撕裂掉了 你也知道 我们用的爆发力有多大 那我其实 我三年这个柔道符 他现在都还保留着 也还能穿 我的 我儿子小学的时候 学柔道的时候 我还用 我还给他穿那个 因为他那个耗 他少 这个儿童肥吧 这个婴儿肥 所以穿到我高中的柔道符 稍微有点大 但是还可以用 好 物竞其用了两代人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最重要就是说 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形象 因为你天天练 同样你穿一件汗衫 或穿一件背心 如果你是体弱多病 干干瘦瘦 你穿起来 他就 他就 就不膨 就不丰满 就没有 让人没有感觉到 所谓的 muscle 这种量感出不来 那美感也出不来 然后我刚刚刚我翻了一些书 很多市面上很多书在讲上什么 如何炮牛 如何把妹 如何吸引女性 什么什么 讲了一大堆东西 哎呀 我觉得说 其实这个这种书通通可以丢到 丢到那个废子 废子 废子 池子里面去 这不需要印这种东西 要吸引异性 不管男的吸引女的 女的吸引男的 都靠的是什么 是费洛蒙 费洛蒙只有异性才能闻到 而且只有他感感觉到的才能闻到 也就是相互感应的才能闻到 那这个费洛蒙从哪里出来呢 就是从你的身上的这种散发的这种气场 这个气场如果你气虚已经没有 已经行将就木的人 他怎么可能有费洛蒙吗 就算你很有钱 你这个万贯家财 可是你也没有气了 你也吸引不了异性 吸引异性的是钱 那些都是假的 真正要 要以爱情来论的话 你吸引对异性的 唯一的能量 就是费洛蒙 费洛蒙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打针 也不是吃药 而是靠锻炼 锻炼 健身房这么多人 男的女的在里面锻炼的目的 我给他解白好了 他是希望肌肉大吗 希望自己有力吗 希望自己形状怎么样吗 其实在暗中的浅 浅道里面是 浅意识里面是要增加他的费洛蒙 这是我解密的这个 从形象来谈这个健身跟武术 以上我正常跟各位分享 谢谢